Liean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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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id 各位在我身後這個地方 其實是我們高雄 我最知名的進補的名店 叫Go xin ke 早期我跟Liean 還有一些團員 有時候都會入秋 入冬來這邊逆食 進補一下 在去年的時候 變成只有一個小小的門面 還有在賣 可是不能內用 就沒有店面的 他就把他移到外面 就很像一個攤販 結果後來突然間攤販也不見了 那時候就有一些 算是他們的那種老桃 就在討論說 是不是倒的 以進補的店來說 他們的東西是真的好吃的 今天呢就想說 來找一下 看一下他新的店家在哪裡 透過這支影片你們就可以再重新的 找回當初喜歡的那個味道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剛才我們那邊是靠近那個 六合國際觀光夜市 那這邊的話 平常一般正常觀光客也會來 附近居民或住附近也會來這邊觅食 才會知道這邊有很多吃 所以六合路這一條其實蠻長的 那他是開在這個 比較真的一般人好像也想像不到的地方 看到招牌嗎 有有有 這個招牌蠻醒目的啦 有沒有周圍其實周邊 基本上都是一些吃的 對 哇 沒開 沒開 Oh my God 沒開 怎麼會這樣 哇 禮拜天公休 大家看一下 那沒辦法了 知道正確位置 那我們可能要找別的東西吃 這邊一整條 一整排 全部都是吃的 我從來沒有拍過這邊的 美食的探訪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邊 就是找一間比較有興趣的 來吃看看 現在看一下 對 原本有一間叫小鳳鮮魚堂 看起來好像也不錯 可是大家也沒看 冠東煮 它有炒麵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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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香炒 豬血湯 關東煮 唉唷 古早味炒麵 炒麵 今天要來古早一趟 開了 晚餐 今天要來古早一趟 今天要來古早一趟 開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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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誤打誤撞 撞到了一間 36年的歐年老店 阿公阿 他本身阿 就是 之前是 算用那種發財稱 最傳統的 就是 邊開邊忙 開到哪賣到哪 然後 特定的地方 可能會注點 對 然後我剛剛看他放的歌阿 有一點 2030年代的老歌 尊重 這叫歐斯古 歐斯古 你喝喝看他的湯 跟別人關東煮的不一樣 他的湯是很好喝的 嗯 厲害 這個 老店阿 但是他裡面的這個燈光阿 各方面其實都裡面的 嗯 然後他添加了一些 震添的那種 古早石墨的那種 味道 哇 哇 湯真的很好喝耶 煮了36年 總該知道 怎麼煮湯才會好喝吧 嗯 嗯 油捏 這炒麵很像是我們去鄉下的時候吃的那種感覺 對啊 再用一碗 吃來吃去還是像這一種 比較純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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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 最多的味 肉質灑得非常均勻 所以這個 米粉上面都有一些油管 嗯 古早味的就是這樣 他就是簡單的 肉汁 然後豆芽菜 對阿 以前農業時代阿 種田的阿 都是假抽霸的阿 欸這間其實蠻推的呢 住高雄的 怎麼蠻推 大推 大推 店裡要雙椅 這邊有蒜頭 我們之前看錄據的時候 他說阿 這個吃飯不配蒜 香味少一半 我來配一下這個蒜 試試看 嗯 果然香 但是 約會的話 可能不是的 像我們這種吃飽 回家洗洗碎的 盡量吃 使命吃 來 一片蒜 一片香腸 嗯 這就是台灣的味道 如果說大家真的 有想要來這邊吃的話呢 其實他就是在這個 和平路 跟這個六和路 交叉口的這條馬路 很好認 那開車的話 可能就要附近找 投費停車場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個片見了 拜拜 有些電話 去看看 我在拍照 看到 我們要付出